主席 七億出頭 對 七億出頭 那現在這個預算夠嗎 我聽說不太夠 現在募款中 募款是募到一半 現在錢是不夠 你們大概還差三億多 但是開始要蓋了 你蓋到一半蓋不起來怎麼辦 那預計什麼時候 我們還在努力 還差一半 而且我聽說 不到一半 還要差不足三億左右 對不到一半 可是我聽說這個預算還要增加 這些還不夠七億出頭 我們會設法控制 因為我們有簽約 簽約在這 當然你們海氣會怎麼蓋 我們沒有預見只要是有心人 願意贊助當然是越多越好 我們很怕到時候你們錢不夠 到時候到處去跟他伸手 拿人家手短 你知道我意思吧 到時候去承諾 那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造成我們海氣會的困擾 沒有我們向來募款的時候沒有任何 附帶條件什麼之類的 答應給人家董事啊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我意思吧 我很怕這樣子 因為我知道我聽說錢還是不夠 然後這些答應這些錢 縱使這些進來還是不太夠 我不曉得說這段期間有沒有什麼新的計畫 是新的這些 財團或是個人願意建築 有沒有有沒有比較大條一點的 看來有些人還用無名寺 現在還用無名寺 對無名寺一般來說 金額都比較小 其實是企業界法人董事 那部分捐的比較多 其實江城會的地點 前兩天聽董事長講好像六月可能來不及 時間上面現在還沒有 因為兩個議題現在目前還沒有達到共識 對 那兩個議題 河安也好 或是我們的這個投保協議 你看哪個比較重要 都很重要 這個就從看哪個角度 從台商角度 兩個都很重要 但是坦白講我個人覺得 投保協議好像急迫性比較強一點 投資把帳急迫性比較強一點 是是 河安當然是重要 河安這東西可以慢慢談 投保我是建議 這次也請海企會 事先就是我們一些會前會 或是市立教做一些溝通協調的話 無論如何這次的投保協議 一定要有一點具體的東西出來 好不好 是是 不要每次好像虛晃一招 只問樓梯牆不見人下來 到時候好像這個會議只是 只是象徵性會議 那這樣你說七次八次那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是再次跟民主長副董建議說 這個東西啊 我們事前的功課要先做好 是謝謝 為了開會開會 大家來一個政治大拜拜 到最後一事無成 那就很難看了 是謝謝紀委員的這個指教 我們一定是朝這方向來努力 我的意思是說之前準備工作啊 對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經濟部跟對方的這個商務部人員 技術層次呢 都在這個協商這些內容 每一次都有一些技術 因為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因為我沒有參與嘛 不曉得嘛 但就像其他委員所說用感覺的嘛 用猜的嘛 好像上次我們投保協議真的 好像之前大家溝通不良 到時候好像本來講哈 這是要有具體的東西到時候什麼一事無成 那我很怕下一次又這樣子啊 也不是這個溝通不良 每一次都有一點進展了 因為這個整個這個協議來說 其實很多台商很關心這一塊 我曉得我了解 幾乎啊幾乎每個月都有人在陳情 是是 投資相關的一些爭議啦 我們海基會也經常提到這一類的 很多喔 他說我們造成很大很傷腦筋啊 因為也不曉得怎麼溝通啊 那每次要拜託你們海基會的話 那也會造成我們業務商的負擔 所以這個東西把它在明 把它寫清楚 是是 別抓消耗就沒有問題啦 是 好 那好了那 副董大概跟你提醒就這兩點 謝謝 我問一下我們的賴主委好了 你請回 好請賴主委 紀委員好 這個先問副董是讓主委稍微喘一口氣 謝謝 我剛剛看他們好幾個委員問到你都很亢奮啊 你也氣急敗壞 情緒稍微沈澱一下 好謝謝 稍微沈澱一下不用急 好 這個台聯的精神領袖啊 李登輝前總統以前也是我們的總統 也是您過去的主席 他當時的國安諮詢委員就是蔡英文現在的民黨主席 是不是國安諮詢委員好像是 還是在陳水扁時代 我記得李登輝就已經當國安諮詢委員 那一年是在李前總統時代 對啊 國安諮詢委員他當國安諮詢委員 當時的李前總統 他在他任內也定定的國統綱領 也是國綱領 也是在李前總統所擬定的 然後立法院通過 接著在陳水扁總統時代呢 又有四步一沒有 那前四步就不要講了 一沒有就沒有廢除國同綱領的問題 到最後他下台之前是講說 他下台之前是講說 終止運作 那也是最後下台之前才講的 換句話說 這個兩位總統幹了二十年 坦白講 你今天當了那個位子 你就不得不 就是說現在憲法 憲法就是現在這個架構 然後從李前總統到現在還是國統綱領 這個東西好 宗旨也好 不管怎麼樣 所以 在這邊一直 爭這個九二共識 或是一中 我覺得 永遠是沒有答案的 永遠是沒有答案的 那 這個剛剛 我們的 像我們圖委員也跟你建立說 你應該當面跟他抗議啊 就是你沒有抗議 你要跟他講說 我沒有跟你抗議啊 我這樣對國內不能交代不能做人啊 你千萬不能這樣講 你如果跟他抗議還講說 我沒有跟你抗議喔 我不能做人啊 我不能交代啊 那這樣那種抗議是假的抗議 你一被人家講出來 你就變成那是虛應故事 其實我是覺得啦 不一定要抗議的 馬總統已經講那麼清楚了 對他們把我們列為一審 這個事情表示一種不同意見 其實你們也可以用馬總統這樣一個論調 這個基調做基礎 就是說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的一個 把中華民國列為中國一審 這樣一個論調 或是這樣你們裡面一個密約 不只是我們不能接受 台灣的立法院 我們的立 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請問對方說 對方說 對方說 是否就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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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